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魂师是控制系魂师,活武。 先简单的说说活武的魂环配置, 活武的配置比较多元,可以按队伍的需要去调整。 比较常用的魂环配置,是非灼烧队伍里的1222或2222。 第一和第四魂技,可以按队伍的需要去调整。 在灼烧队伍里也同样可以选择这两套配置, 但主要还是使用2111,比较多。 先来说说非灼烧流的魂环组合,1222。 蟒蛇系第一魂技,能附加灼烧, 若敌人已经处于灼烧状态,则有概率眩晕对方,持续一回合。 缺点是需要敌人身上有灼烧才能眩晕, 而且每成功眩晕一个目标。 眩晕的概率就会永久降低5%, 装备2.5万年魂环后,眩晕概率最低降至15%, 5万年20%,10万年25%。 需要灼烧才能眩晕的缺点, 可以透过火舞的第二魂技来解决, 所以问题并不大。 火舞的第一魂技, 与独孤伯的蟒蛇系第二魂技搭配有奇效。 它能将眩晕传导出去, 让更多人眩晕, 也有概率将眩晕多延长一回合。 传导所造成的眩晕, 不会让火舞眩晕的概率下降。 同战力, 如果被火舞先守眩晕全体两回合, 基本就等于输了。 魔珠系第二魂技被动技能。 非灼烧队必带魂环。 战斗开始时, 时火舞的速度提升40点, 持续两回合。 2.5万年提升至60点, 5万年提升至80点。 回合开始时, 会牺牲30%当前生命, 永久提升攻击力, 并对敌方全体施加两回合的灼烧, 攻击力最高叠加5层。 火舞死亡后, 反弹100%该次致命伤害, 并陷于目标一回合。 十万年反弹200%伤害, 并陷于目标两回合。 一个透过燃烧生命, 来换取各种提升的技能。 由于火舞的所有技能, 都和灼烧有关, 因此非灼烧队伍的火舞, 基本都绑定这个魂技。 第二魂技也经常和第一魂技 一起搭配使用。 开局提速能让火舞在抢移速上 占据先机, 先手眩音敌人。 回合开始的灼烧, 也保证了火舞在释放第一魂技时, 敌人身上必定有灼烧效果。 有了灼烧效果, 才有概率眩音敌人。 魔珠系第三魂技, 普攻。 火舞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, 并有10%概率削减目标一点魂力。 若目标处于灼烧状态, 削弱的概率提升至50%, 5万年后, 概率提升至100%, 10万年后, 初始概率提升至40%, 同样是在非灼烧队伍里, 需要和魔珠系第二魂技绑定, 才方便使用的技能。 敌方身上是否有灼烧, 影响了足足将近一半以上的概率。 魔珠系第四魂技, 被砍得最重的一个魂技, 火舞会开启两回合的结界。 敌方回合开始时, 若结界里的敌方处于灼烧状态, 有25%概率沉默目标一回合, 并使其受伤提升。 是一个集合控制与增伤的技能, 但缺点也很明显, 就是启动时间比较慢。 需要等待敌人行动后, 身上有灼烧状态才会发动。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, 灼烧状态被攻击后就会消失。 因此在非灼烧队伍里, 千万不要再使用结界后, 就马上使用全体攻击, 这样会把火灭了。 那这个技能也就白用了, 这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地方。 5万年魂环, 沉默的概率会提升至40%, 和被砍前的100%的差距相当大。 2.5万年魂环后, 只要成功触发结界效果, 魂武就会对目标追加一次普攻。 与第三魂技搭配, 可以有概率削减一点魂力。 10万年后致变, 结界引发的沉默效果会持续两回合。 魂武在非灼烧队伍里, 主要负责控制, 想玩消除增益和退调的, 可以将第一魂技改成魔珠系。 至于第四魂技, 可以按主力输出是否有聚环技能去调整。 如果你的主输出是浩天堂三, 月官、胖子这些没有聚环技能的魂师, 那么把第四魂技改成蚂蛇系会更好。 开技顺序, 如果活武一速, 之后行动的都是对手, 就开第四魂技, 让对手跑一轮, 触发沉默和增伤。 这样的用法, 在改版前效益很高, 但改版后就不是用了, 因为沉默的概率太低, 风险太高, 还是用第一魂技眩晕比较保险。 加点推荐, 如果玩退调就全球, 点加速度, 如果玩控制就主点精神, 看情况点速度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, 灼烧流理, 活武的常见配置2111, 魔珠系第一魂技, 活武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, 并击退25%的行动条, 和驱散一个增益状态。 2.5万年, 击退行动条会提升至32%, 10万年35%。 若目标处于灼烧状态, 则驱散所有增益状态。 装备5万年魂环后致变, 5万年魂环优先给第一魂技。 若场上有3名以上敌方存活, 该技能还会击退生命比例最低的敌方, 100%行动条, 并附加两回合灼烧。 魔珠系的退条和消除增益所带来的效益, 并不输给蟒蛇系的眩晕, 而且退条也更适合灼烧队使用。 蟒蛇系第二魂技, 每当敌方身上的灼烧效果触发时, 火武会提升70%该次灼烧伤害, 并对目标是加一层两回合的火急。 火急最高可以叠加4层, 每层会使受伤提升10%, 叠满4层会立即消耗所有层数, 并有100%概率眩晕目标一回合。 装备1万年魂环后, 处于火急状态下的敌方无法对火武做出暴击。 火急被消耗时, 还会使目标受伤提升两回合。 5万年提升70%, 10万年提升80%。 火武的火急效果, 从原来的不会被控制, 改成了不会被暴击, 定位也随之改变。 修改后的火急效果变得和魔珠系第一魂技更搭配。 原因有两个。 第一个原因是, 原来的技能和蟒蛇系第一魂技搭配, 可以做到免疫控制后, 后手眩晕控制对手, 但改动后的技能, 已经无法免控, 所以这套玩法也已经失效。 第二个原因是, 火急改成免暴击后, 大大的提升了火武的生存能力。 蟒蛇系的眩晕概率, 会随着眩晕次数逐渐降低, 属于前期有用, 但后期效益会慢慢变低的技能, 这和增加生存能力的火武定位不合。 队调和消除增益, 有利于灼烧队的整体生存, 也更符合队伍的利益。 蟒蛇系第三魂技, 普攻。 火武会对敌方单体造成伤害, 并有概率对目标附加两回合的灼烧。 若目标处于灼烧状态, 则使其受到的伤害提升30%, 持续一回合。 5万年伤害提升40%, 10万年50%。 第三魂技选择蟒蛇系的增伤, 是为了彻底贯彻火武在灼烧队里的增伤角定位。 也可以避免普攻会灭火。 当然了, 选择魔珠系来削减魂力, 又是另一种玩法随你喜欢。 蟒蛇系第四魂技, 巨环。 魂武会使一名队友获得三回合赤裂状态。 赤裂状态下的单位, 伤害会提升51%, 而且在攻击灼烧单位时, 还会额外触发两次灼烧伤害。 随着魂环提升, 还会额外提升赤裂单位攻击力, 5万年提升20%, 10万年提升30%。 装备2.5万年魂环后质变, 攻击处于灼烧状态的目标, 还会额外触发四次灼烧伤害。 魂武的第四魂技, 是灼烧队伍里的核心输出辅助技能。 作为灼烧队输出主力的胖子和二龙都没有聚环技能, 因此魂武的聚环技能, 与他们并不冲突, 甚至可以说是专为他们而射的。 提升攻击力, 额外触发两次灼烧的伤害, 这些放在灼烧队里, 效益都很好。 原本魔珠系第四魂技的增伤, 和沉默效果也很好用。 但自从沉默的概率被砍半后, 就不推荐灼烧队带这个魂技了。 加点推荐。 灼烧队里的活武主玩退条, 因此全点速度。 简单的总结一下活武的两套魂环, 非灼烧流的1222, 是一套偏控制带增烧的魂环。 生命力和控制力, 都会随着回合数慢慢下降, 死亡后会反弹伤害, 并眩晕对方。 是一套消耗型的玩法。 灼烧流的2111, 则主增伤, 带控制, 比较抗打。 灼烧队更需要活武活着, 来持续提供增伤和控制, 因此消耗型的魂环配置, 其实并不是用在灼烧队里。 好了,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